干嘛去了你 我洗手间去了 没看你我手机扔桌上吗 要去远的地方 我手机不会扔桌上的 谁教你的 什么谁教我的 出门把手机放桌上 让人以为你很快就会回来 还没法打电话找你 这话招谁教你呢 我发现你用过多次了 你教我的 我不是黎茂姐教的 那你看见黎茂姐干嘛 毛毛 这还用教啊 人苏杰自己不会啊 她的智商高度我很清楚 肯定有人在背后教的 一些乱七八糟的职场学问 苏杰 你骗得了自己 骗不了我 说吧 给人家一点私人空间嘛 苏杰 还真有人教你啊 你不是老给别人当顾问吗 怎么还得找顾问啊 我再聪明绝顶博学多才 也不可能是全能的嘛 虽然我的烦恼不多 但也会有一心半点 有了烦恼 我就会向一位智者询问 智者总能给我一个满意的解答 就是这么回事 什么智者啊 理财 理财哪有这道行 这个人其实你俩都认识 就是 上进阁呀 手机扔桌上是他给你出的主意啊 是啊 我说我 去洗手间尝了艾讯 去吃个午餐回来晚了艾讯 他就说 你把手机扔桌上 就不会艾讯了 他还给你出过什么馊主意 你要不说 我回去认上进去了啊 你别别别 我说 上进阁一共给我出过 仨主意 一个是扔手机 一个是上级问答 就是 上级说你在忙什么 你不能说我在忙什么 或者不在忙什么 这样都会艾讯 你要说 我马上过来 这个也是针对我的 还有一个呢 是不是也是针对我跟李忙的 还有一个是怎样谈钱 比如说我想涨工资 那我说的是比如啊 不能在早晨谈 上午谈 中午谈 或者晚上谈 要在下午三四点之间谈 因为上进阁根据各种数据 统计分析 发现 在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 人对钱的警惕性最低 合约谈判啊 涨工资啊 要债啊 尤其是在下午三点半 成功峰值最高 原来你约我明天下午三点半见 就是这个呀 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谈辞职呢 在等待你们 批准我辞职的日子里 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我不应该辞职 因为你们对我有知遇之恩 我应该扶你们一马 送你们一程 我再奔向我自己的前程 李忙 你看看 一个迷途之风 反的人是多么会自圆其输啊 苏杰 在 现在我不多讲 只讲三点 一 明天下午三点半 咱俩的谈判取消 二 以后所有涉及到 金钱的约会谈判 都约到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 涉及前书教组的 约在三点半 三 以后你上剑歌 再教你一些什么奇葩绝活 职场敏捷 都要向我更礼貌 如实汇报 是 去吧 赏尽 赏尽